公元868年12月,徐州南面行营昭陶使戴可师率领三万唐朝军队抵达淮河之边,贼军选择放弃了淮河南岸的所有防御部署。 戴可师计划首先夺取淮口,然后援救四周,于是进军围困都梁城。 都梁城内的贼军数量并不多,他们在城墙上向戴可师说道,我们正在与都头商议开城出降。 戴可师听闻后,选择退兵无礼,等待接受投降。 然而,都梁城的贼军在夜幕降临后便逃离了城池。 到了次日清晨,只剩下了一座空城。 在自以为胜利后,戴可师忽略了防备的重要性。 这天有大午,贼军将领王红利率领数万军队走捷径突然赶到,纵兵袭击唐军。 唐军尚未来得及布阵,便遭到了贼军的猛烈袭击,结果大败。 许多唐军士兵被贼军杀死,有的则选择跳入淮河,但同样被河水淹死。 最终仅有数百人幸免于难,大量军械,武器,资产,军粮,以及数以万计的车马都被贼军缴获。 贼军割下了戴可师,宦官监军,以及将校的首级,并将他们送往鹏城。 唐军自认为无敌于天下,撰写捷报,并分发给各个营寨和乡村。 淮南地区的市民因此感到震惊和恐慌,纷纷渡过长江,前往江南地区避难。 唐淮南节度使灵狐桃害怕贼军的侵袭,派遣使者前往彭勛处进行游说,并承诺为他向朝廷请求节度使的服劫和服账。 庞勋信以为真,于是停止了军事行动,等待朝廷的照明。 这使得淮南镇获得了一些喘息时间,得以集结溃散的士族并修复防御攻势。 当时,汴水通往东南地区的财富通道已经被阻断,江淮地区与朝廷之间的往来都要经过寿州,再转入营水。 由于庞勋贼军已经击败了戴可师所率领的官军,于是他们趁胜围攻寿州, 抢夺了东南各道贡献给朝廷的财货以及商人的货物,导致这条通路也被截断。 庞勋因此更加自负和傲慢,每天都设宴游乐。 周崇劝告他说,自古以来,许多人因为骄傲自满和奢侈淫义, 使得他们手中的江山失去,成功的事业也化为乌有。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,我们应该引以为鉴。 况且,您还没有得到江山,更没有成就大业,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呢? 随着唐军各路大军集结于宋州,徐州贼党开始感到恐慌。 硬木加入贼军的人逐渐减少,而各营债则纷纷请求增兵。 庞勋派遣手下党羽深入乡村,强迫乡民参军。 由于军队人数已达数万,军需物资和粮草开始匮乏。 于是,他们开始劫掠富户,商人和旅客的财产,其中十至七八被抢走。 数百家因藏匿私财而被灭族。 此外,与庞勋一同在贵州起兵反叛的人,尤其嚣张贪婪,随意抢夺百姓财物,劫掠民女。 庞勋对此也束手无策,导致徐寺地区的百姓对贼军深恶痛绝,生活陷入极度困苦之中,无法维持生计。 由于王彦权率领的唐军多次败退,朝廷决定任命泰宁节度使曹响取代王彦权,担任徐州北面昭陶使。 前卫波节度使何全号派遣部下将领薛游,率领一万三千人的军队讨伐庞勋。 曹响引兵攻打藤县和沛县,而虚游则攻打封县和萧县。 公元869年正月,徐州行营都昭陶使康承逊率领各路军队共计七万余人,驻扎在刘子之溪, 从新兴道路堂延伸三十里,官军建造的堡垒遍布其间前后相望。 而徐州贼军则在四境分手各地,徐州城内的守军人数不超过几千人,唐勋这才感到恐惧。 城中的居民大多挖地洞藏匿,庞勋派人去挖掘搜寻,强迫他们当兵,但每天仅能抓到二三十人。 庞勋的部将孟敬文驻守在封县,他为人狡猾且勇猛,手下军队众多。 因此,孟敬文意图背叛庞勋,自行制造浮衬。 庞勋得知情况时,正值魏伯翻阵的军队进攻封县。 庞勋派遣新副将领,率领三千人,前往援助孟敬文守卫封县。 孟敬文与这支援军的将领约定共同袭击魏伯军队,并称赞这支援军将领勇猛,让他担任先锋。 然而,当这支援军与魏伯军交战时,孟敬文却率领军队撤退,导致新到的援军全军覆没。 庞勋派遣使者欺骗孟敬文说,王弘历已经攻克淮南,刘厚打算亲自前往淮南镇府。 希望各位将领都来徐州商讨大计,希望能选出一个可以镇守徐州的人。 孟敬文听闻后十分高兴,立即骑马赶往徐州。 然而,在离徐州还有几里路的地方,庞勋预先埋伏好的士兵突然出现将孟敬文擒获。 正月初三,庞勋将孟敬文处死,此时贼军打算攻打海州。 当时唐柱道军队在海州束手的已有几千人,唐军故意砍坏贼军必经桥梁的桥墩,但不使其完全断绝,以等待贼军过桥时陷入困境。 此外,唐军还在要害处埋伏了伏兵。 当贼军来到时,桥梁崩塌下线,士兵们惊慌失措,纷纷溃散。 此时,唐军的伏兵突然发起攻击,将贼军全部消灭。 就在攻打海州的贼军全军覆没时,唐勋派往进攻寿州的贼军也被南方怀着诸道的军队击败,被斩和被俘的有好几千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